大家可以看到橋頭地苑的刑事判決 判決字號是108年數字第105號 從這個判決當中我們可以知道說 一般傳統投資客所謂的洗凶宅的方式 他是不是可以規避法律上凶宅因告知的義務 那首先我們必須要先了解說 我們一般定義的凶宅是怎麼樣的定義 在法律上其實沒有一個凶宅的定義的法條 一般我們都是參考內政部他的一個函室 那我把函室截錄出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搜尋這個字號 這個我也背不下來0970048190 他主要說啊我念一下 他主要說在建築改良物的專有部分 要在賣方的產權持有的期間喔 曾經發生凶殺或自殺導致死亡的情況 那我們一般的定義的專有的部分呢 就是指我們的主建物跟附屬建物 而且是必須要是凶殺或自殺而死亡 不包含自殺死亡 而且如果譬如說 如果說我是在專有部分有求死的行為 這樣也算 譬如說如果我是住大樓的七樓 我從七樓跳到一樓死掉 那七樓也是他所定義的凶宅 但如果說今天譬如說我在七樓 我被仇家追殺 然後我送到醫院才死亡 就是我在七樓我被砍殺 那我沒有在當場死亡的話 這樣也不算是凶宅 那基本上他的文字有一大段 我把他檢略他的整個的構成要件有哪些 首先呢必須要是產權持有的期間 所以這就是會導致一個 投資客用來洗買賣兇宅的方式 待會再來說 第二個部分是專有部分內死亡 所以說如果說今天我們是在可能社區大樓的公社 公社有糾紛 譬如說被砍死啊或是什麼原因的話 我們這個 專有部分 我住的這個專有部分 他還不算我們定義的凶宅 第三個是 必須要是凶殺或 自殺 這個東西跟一般社會大眾他的主觀的認知會比較有爭議 為什麼 譬如我舉一個例好了 易氧化碳中毒 易氧化碳中毒他是屬於意外耶 他並不是自殺耶 那可是我們一般認為只要我 如果在家裡曾經有 如果有發生過這些事情 是不是應該就要有告知的義務 或者是說 獨居老人 比如說獨居老人他年紀很大 只有一個人住 結果可能因為 已經死亡 多死 被鄰居發現 報警 他這個也不算自殺啊 可是這個在一般社會大眾的童年都認為 這個東西應該要告知吧 這個給人的感覺是不太 舒服的 應該是凶宅吧 但是以內政部他的一個 函事來說 這都不算是凶宅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回來 關於這個判決的事實的部分 這個事實就是一個 這樣的狀況 今天一個投資客呢 他買了一個凶宅 這個凶宅的屋主他有告知啊 因為啊就是之前長輩他 久病厭世啊 在家裡 就是上吊自殺 所以說我今天便宜賣給你 那我就賣480給你 結果啊隔年 這個投資客他就賣630元 39萬 但是他沒有告知 後手的買方 等他近賺大概100多萬 是買方搬進去之後 鄰居告知才知道說 原來我是凶宅 那 這就會牽扯到一個問題 因為今天內政部他凶宅的定義是 賣方產權的持有期間內 才算是凶宅 所以很多投資客就會用這種方式 這個又不是在我產權持有那期間發生的 這個不算是凶宅啊 我為什麼要告知 所以 後來買方知道他就告上法院 他就直接 告 後來那個檢察官起訴是用刑法第339條的詐欺 那我們先來看詐欺的要件 詐欺的要件簡單就是說 要意圖 為自己 或 第三人 使用 所謂的 詐欺 使 本人或 第三人要交付 一定的財務 才成立 然後呢 如果說今天你 必須要具有告知的義務也才能成立詐欺 所以說今天在法律上的爭議就是說 今天 我有沒有 我今天隱秘 我知道這件事情 就我今天賣方 我沒有跟買方講 兇宅這件事情 雖然我知道啊 但是今天在 不動產的 委託書裡面 並沒有要求說 因為它上面的選項只有說 您是不是在持有期間內有曾經發生過 以下的這些事情 那今天賣方他就單純的不告知 就是 的確在我持有期間內沒有 這樣算不算違反告知義務 那法院他的見解是認為說 今天呢 在一個買賣契約當中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雖然 在法律上 沒有 規定 你必須要把前手的狀況 跟買方 告知 但是依據誠實信用原則 你很擺明就是利用法律的一個漏洞 去 為自己獲得一個 不正 不正常 不正當的一個財產的 財產的一個 收入 所以說啊 法院是認為說你會成立 刑法上的詐欺罪 那最後呢 這個投資客他們就被判了 四個月的 四個月的有期徒刑 當然可以併科法經 所以說一般 可能投資客傳統認為說 那今天 我就想辦法低價買凶宅 然後用來規避說 不是在我持有期間內發生的這種方式 他其實是不行的 這個東西在法律上是有爭議的 而且很容易 觸犯上刑法上的詐欺的關係 以上